各位早上 他刚才读的经文五章三十二节 以复首书五章三十二节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老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不然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下面一句呢很重要 但我是指基督与教会说的 基督与教会说的 这一句话 我前几天上个礼拜 我说有一天晚上 我突然醒过来 乍醒过来 就是突然间想到这一节经文 是个极大的奥秘 其实对我们正常人来讲 是个简单的事情 但是对那些头脑有病 思想颠倒的人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我突然乍醒过来 这一圣经讲得很清楚 今天我们要 逢弟兄今天早上有事情 我们先为他做个祷告 天父感谢你 我们有灾难的时间 来到神面前 请天父照顾我们的弟兄 照顾我们的弟兄 让他能够恢复健康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天父 从去年的 7月5号直到现在 这两年来 帮助我们 两年多了以来 帮助我们 在你面前 有健康平安的活着 求天父继续的保守 医众们治病的地方 我们祷告 封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个极大奥秘 是个 我一辈子 这几十年传道的时候 遭到一个 非常不好的经验 但我们要知道 我们有先知 更求的意愿 他这里英文是 妹的摸秀 妹的摸秀 什么意思呢 不是我们自己 是神帮助我们 造成我们 能够对圣经的真理 更准确的知道 而且有机会去实行 所以这个 妹的非常要紧 摸秀 更加准确 精确的知道 是我们是被神 所造成 能够对圣经真理 更准确的理解 所以我们的机会 就有更准确的根据 第一要紧 我们要知道 圣经所有的意愿 不可以随着 不可以随着 过人的意见 Private Interpretation 不能照你过人 自己的意见 如果照过人自己的意见 有很多麻烦 因为每一个人 有好多不同的意见 好像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 全世界知道的一个灾难 就是全世界灾难 就是俄罗斯跟尤贵 在尤贵那里打仗 乌克兰那里打仗 那里有一个非常恰恰相反的报导 比如说报导就说 尤贵输得很惨 路心北输得很大 打输仗 另外一个恰恰相反 是俄罗斯输得很大 很悲惨 同一件事情 两个极端的报导 所以你要信哪一个 OK 有一个报导说 乌克兰输得很惨 有一个报导说 俄罗斯输得很惨 上来恩待我 我们来到基督的教会 圣洁真理 我们有白子黑子 就是有白子黑子 还有人要说 不是这个意思 是那个意思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 不是照着你诗人的意思 而且在提摩太前书 第一章第四节 那里很清楚 我们解释圣经 讲解圣经 不能凭自己的意思 因为意愿从来没有吹人的意思 不是吹人的意思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 好像这一篇讲章 是我半夜 大概两点钟的时候 突然间扎醒过来 就是这一篇圣经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这个今天的讲章 圣经里面教会的名字 是基督的教会 我这几十年来 常常碰见 有一些人要变 一定要叫基督的教会吗 叫耶稣的教会不行吗 叫神的教会不行吗 叫神儿子的教会不行吗 有很多很多 就是这些都是圣经有提到的名字 就是神爱子的教会不行吗 OK 很多不同的意见 那为什么一定要基督的教会 今天再一次把它搞清楚 是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 是我前几个礼拜讲的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果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神的旨意 麻烦就出在这里 神的旨意是这样 神的旨意是那样 同一句话 神的旨意有几百多几十个不同的解释 我一辈子就是最困扰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在一辈子都在搞 搞到有一件事情 人不能变 就是来到明智 他不能变了 你们教会的明智 圣经有没有记载 不要再多说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因为你再多说 就一定要下地狱 那是耶稣说的 马太五章三十七节 所以来到那些 不可以解释的 我就是要来到 不能有解释 也不能有意见 因为来到人的名字 你不能有意见 也不能有什么解释意识 你就照着他的名字叫就行了 所以这个愿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知道在天上 没有人误解 没有人去解 没有人强解 没有人胡说八道 因为大家都有同一句话 同一个发音 同一个思想 同一个意思 就是三人跟太五 我现在一下子就会讲 好多个同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那恶者 就是脱离那恶者 它因为有几个不相同的翻译 所以你要看英文是什么意思 就是看原文是什么意思 明字你不能有不同的解释 也不需要有不同的解释 因为果度全品荣耀 全是我们天父的 而且有什么 直到永远 这是我今天早上 我一直 一篇完了以后 我要研究下面一篇 接着神的旨意 要到永远 我上个礼拜讲的 非常精彩的一篇讲章 就是安全感 我们感就安全 要付什么样的代价 安全感 何价要多少的价钱 能够买到安全感 好像今天有空那里非常大的灾难 就是将来打仗完了 它整个国家都炸到烂了 乱七八糟了 要付这样的代价 就是为了安全感 感觉安全的生活 为这件事情 搞到这个地步 因为果度 全品荣耀 全是我们父的 直到永远 这种战争 本来不应该有的 因为七十多年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他们设立了一个联合国 就是要保证维持 全世界 再没有战争 再没有国家与国家打争 再没有了 但是后来慢慢 慢慢地 就有人不遵守 联合国的决定 所以把联合国的权柄取消 现在你去联合国开会也没用了 所以这个安全感怎么样来 而且我们要直到永远都有功效 不需要改变也不需要调整 你安心的知道你这样行 就一定可以不会改变 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 现在人常常没有安全感 就是你按照律法 按照应该做的你的良心 有时候良心也会改变 律法也会改变 所以直到永远这几个字非常要紧 圣日里教会的名字是基督的教会 今天再次把它搞清楚 要记得我们有更确实的智慧圣经真理 这些经纪是什么意思 耶稣对我们都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说你是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伟大 又拿而死 西门 你是有福气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人只是你的 乃是我天父只是你的 我在天上的父 我父在天上只是你的 这种智慧人不知道 是我天父告诉你 叫你说出来的 这里也可以有很多的认识 也可以说天父叫他说出来 这是天父的旨意 你们要信这个耶稣是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 从彼得口里面讲出来 而且耶稣也赞成他 祝福他 说你真是有福气 你讲得对 我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耶稣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耶稣承认 是天父的旨意 是彼得的嘴巴讲出来 现在记在圣经里面 白纸黑字 没有人需要解释 耶稣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写下来 我常常说 我今天成一晚 传到几十年来 方便很多 我只需要把圣经举出来 然后哪一章哪一节 你自己读 传天下都要读到这个意思 在这一方面 没有人有第二个意思 我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这个我是谁 耶稣说 耶稣说 我的教会 英文也是 my church 谁说了 耶稣说 这是my church 是我的教会 那个照着我们学问里面 道理常识 耶稣说 这是我的教会 那就应该是什么 耶稣的教会 那为什么要叫基督的教会 就要连上面那个 神要我们信 耶稣是谁 是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 那为什么要叫基督 不要叫永生的儿子的教会 所以如果你要来变的话 这里也有很大篇可以变 这里有 你是基督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如果你要 你要来计较的话 这里有三个可能 耶稣说 我的教会 是耶稣的教会 但是天父说 彼得口 嘴巴说出来 你是基督 所以叫基督的教会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也是永生神儿子的教会 三个可能都可以 第一个就是 耶稣说 我的教会 耶稣的教会 第二个就是 你是基督 基督的教会 你是永生神儿子 永生神儿子的教会 这里也有三个可能 今天我希望能够一次把它搞清楚 我的教会 什么名字 应该怎么叫 这里有三个可能 叫哪一个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My church What name This is a great mystery 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了 因为这里有三个可能 耶稣的教会 基督的教会 永生神儿子的教会 那么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了 有人要变说 教会的名字 可以是基督的教会 永生神儿子的教会 还有神的教会 各种不同的教会 耶稣是救主 神是爱 所以有些人也叫做 这是爱的教会 OK 因为神是爱 基督也是爱我 爱世人等等 总而言之后有很多要变 但我们有更确实的智慧 圣经里面的教会 是基督的教会 这是我们有更确实的智慧 另外一些 这些境界有什么意思呢 刚才那几节的地方 我们就定下来 是基督的教会 这里说你们清水问安 勿要圣洁 勿要圣洁 众基督的教会 这里有众基督 有好多基督的教会过地方 问你们安 弟兄们那些组织 宗派教会的人 叫你们跌倒 被夫所求之道的人 我劝你们要保持离开他们 我们是基督的教会 那些组织宗派教会的 你要保持离开 因为在提多那里 提多书三章十到十一节 那里告诉我们宗派的人 是头脑有病 是思想颠倒 是犯了罪 是定了自己的罪 这种人 被盗 离开圣经 被盗 所以你要保持离开他们 因为这样的人 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 只服侍自己的赌福 用花园 巧语 扭霍天真 人的心 组织宗派教会为什么 为自己创业 现在这个时代 特别是 特别是这个网络 网络开始以后 有很多接触上网这件事情 那internet 这种事情 发了财 创业 OK 很多人是在这里 里面创业 而且有很多人 创得很成功 发财 那么 创立基督的教会 创立教会 也是一种创业 三十多年前 我们请一个从香港来这边 做传道 他也是觉得 他拿到一个职业了 这是一个职业 那么他上班的时间是什么 就是照着平常 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 八个小时上班 时间一到 他就走了 因为这是一个职业 就这里说的 他们的赌服 其实为了他们的职业 就是肉体上的职业 需要生活这种的宗派教会 是这样创立出来的 犹太地的众基督的教会 犹太地的众基督教会 我是从American Standard 原本的美国版 美国标准版圣经里面找到这样的翻译 后来我查这里 原文这里 原文的圣经字典这边 也查出来了 就是那几个字 原文字看你怎么样排 有一些翻译圣经他这样排 另外翻译圣经那样排 但是我找到这个人是基督的众教会 他讲 因旧地 因旧地 犹太地那里 众基督的教会在犹太地那里 但是有很多翻译犹太地的教会 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面犹太地的教会 也可以说在犹太地那里 基督的教会 也可以把它排成 犹太地的教会在基督里面 他们很多英文圣经翻译 Church of Judea in Christ 他们把它Church of Judea in Christ 但是这一本圣经把它翻译 Church of Christ in Judea 就把它调一调 就看你的原文怎么调 又有不同的意思 圣灵里面做传群的监督 你们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传群谨慎 牧养基督的教会 就是基督用他自己学买来的 这里文句非常通了 但是你读中文圣经 他不是这样翻译 中文圣经是神的教会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他神用自己学买来的 这些是教育问题 学问的问题 这些人不会读 OK 这里如果你是神的教会 如果你是神的教会 那这个神用自己学 神是灵没有学的 所以你必须要用基督 基督用自己的学 耶稣的学 耶稣我们信到是基督 OK 总而言之 当然这些经文 你搞来搞去 都有机会要搞乱 有人要变 所以圣经里的教会 名字不一定要基督的教会 他就要取消你基督的教会 OK 他就是要搞 在名字把你搞掉 我们是有更确的智慧 圣经里的教会的名字是基督的教会 不需要解释 今天我把它确定下来 你知道这些吗 弟兄们 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你们几不晓得 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传世界 这几十年来 我知道 只有我曾愿意 理解这些圣经 他们不理解 但是我六十年前 二十几岁出来传道 我就了解了 罗马书第七章 一到第四节 郭林多那里的教会 十五保罗写 神的教会 你要连着罗马书七章第四节 你就能够理解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 丈夫活着 被丈夫 丈夫有律法的 就被丈夫的律法 所约束 丈夫死了 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原来女人结婚 还有丈夫的律法捆绑她 这里讲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说 我们的女士们非常伟大 也可以说 女士们非常笨蛋 你结婚 多一个律法来捆绑你 何必呢 上的恩代 我可以照着这样讲 这是现实的问题 丈夫若死了 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戒了婚 被丈夫的律法捆绑 要等到她死 所以丈夫活着 若归别人 便叫淫妇 丈夫死了 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归别的男人 也不是淫妇 所以这个丈夫律法 什么意思呢 不能离婚 要等到她死掉 也不能谋杀 OK 你要等 总而言之 要等她死掉 才会归其他的男人 才会有一个另外的男人 做他的丈夫 这是圣经里讲的很清楚 但是这里是个比喻 比喻什么呢 旧幼 新幼 我们圣经是有旧幼与新幼 两个幼 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旧幼是一个男人 新幼是另外一个男人 教会是一个妇人 一个女孩子 一个女人 不能同时有两个丈夫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人 是归耶稣基督 耶稣是我们教会 这个女人的唯一丈夫 你不能遵守新幼 右肩遵守旧幼 是这个意思 新幼旧幼 不能同时遵守 你要守旧幼 你就不能守信幼 你要守信幼 你就不能守旧幼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丈夫的律法 是这个意思 你要守旧幼 你就守旧幼 你要守信幼 你就守信幼 你不能守一点信幼 守一点旧幼 然后呢 就变成淫妇 是这个意思 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 你们见读了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是什么 上个两个礼拜 来有一对 一对年轻人 他不是夫妻 是亲戚的姐弟 亲戚之间的姐弟 很有意思 我这几十年来 第一次听见 有一个人 回答我这句话 回答得对 基督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讲到教会的名字 所以我就问他 我问他 你的名字叫什么 他的名字叫 Iling Ho 他已经回去加拿大 然后回去上海了 他叫了Iling Ho H E 然后我就说 我就指着 他 他头下面那一段 我没有碰到他 OK 女孩子我不能碰到他 我指他下面那一段 头下面那一段 我说 那下面这一段叫什么 他立刻就讲出来 下面这段没有名字 我立刻就称赞他 我这一辈子 第一次听见 有一个人答得对 下面这一段 没有名字 他的头 叫做Iling Ho 他下面那一段 没有名字的 全世界 只有他答得对 下面那一段 是跟着头叫的 头叫什么名字 他就什么名字的身体 头叫什么名字 他就什么名字的身体 不能起名字的 下面这一段 不能起名字的 那头是什么 他就什么的身体 这个是极大的奥谬 头领有病 明白吗 思想定的 这种知识 都是也是 这种知识 也变成 极大的奥秘 这种头脑是什么 有病 启示录 二章第一 到三章十四诀 一共有七个教会 以副手 四伯拉 别加摩 推呀推拉 沙迪 飞拉 铁飞 老底加 七个教会 以地方为名 是什么教会呢 因为他们都是基督的教会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表达 基督的教会 跟基督的教会来往的书信 都不需要提什么教会的 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教会 提名字就够了 但是世界上也有人要拿这些来变 所以那个头叫做基督 身体叫什么 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教会 没有名字的 OK 我这辈子就上两个礼拜才碰到有一个 有这种的智慧 从口而出 下面这里 这一句 下面这一段 没有名字 这头 我们看着头 讲这个名字 这七个地方教会 叫什么名字呢 OK 最后了 这是极大的奥秘 谁能理解 除了我们 没有 我希望我错 除了我们 没有人理解 因为这是极大的奥秘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 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又是教会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 你做丈夫要爱你们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起 用水接着道 把教会 先进 成为圣洁 所以献给自己 作为荣耀的教会 毫无的 脏污 咒文 等润 乃是圣洁 没有瑕疵 丈夫也当照样 爱自己的习主 如爱生子 爱是便是爱自己 从来没有人厌恶自己的生子 乃是不惜保养 正向基督带教会 因为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 脖子 肢体 肢体要有功用 每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 为这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以去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在这里了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 我教会说的 记得这句话 但我是指基督 我教会说的 The church Christ and the church 基督女教会说的 基督女教会 结论了 只有基督的教会 你的人能够明白的 我为你们起了 分恨 原是神那样的 因为我曾把人许配 一个丈夫 要教人如同 真戒的同女献给基督 想也不要想 另外一个男人 是活已 是女的丈夫 想也不要想 我只怕你们心里偏学 失去向基督 纯意清洁的心 像蛇用诡诈 有过了笑 这是极大的奥秘 基督是教会的丈夫 教会是基督的妻子 使正常人 能够明白 头脑有病 头脑有病思想颠倒 犯了罪 定了自己的罪的人 永远不能明白 因为对他们来 这是极大的奥秘 小心啊 最后一次了 看着吧 基督 丈夫 教会 妻子 谁的妻子 谁的教会 这是极大的奥秘 Christ Husband Church Wife Who's wife Who's church 教会妻子 谁的妻子 全世界不要玩这个游戏 记得 不要把姓活的妻子 叫成姓女的妻子 也不能 OK 叫姓真的张妻子 叫做姓成的妻子 不能这样做 全世界 我们这边讲大人 那些街边的坏蛋 我还有一分钟 上个礼拜 上礼拜天 中午我们玩了以后 吃饭的时候 有几个人留下来吃饭 然后 阿芳的女婿 Z 非常高兴 她拿来给我看 她的手机 她说 你看我的手机 我说什么 她就打什么出来 打什么字出来 她讲了几句 说什么 她就打什么 说什么 OK 你告诉她 快宅 她快宅 她一叫快宅 你知道她打出什么吗 她乖宅 乖好乖的乖 乖跟快 差好远 所以好跟不知 连那个Peter也大大笑起来 我说 你明白啊 快宅是坏蛋 快宅是非常好的人 打错了 打错 总而言之 要小心 妻子 谁的妻子 基督的妻子 这个不能玩的 基督的妻子 就是基督的妻子 不要乱叫 你乱叫 你要下地狱的 要小心 这不是一个 极道的奥秘 是头脑有病 心想颠倒 它是极道的奥秘 在我们普通 头脑正常的人 上两个礼拜 也出现了异味 他能够知道 我们的入体 身体 没有名字 也不能有名字 他叫做身体 你要讲是 谁的身体 看那个头 叫什么名字 那头叫什么名字 他的身体 就是那个名字的身体 教会的头是基督 基督 所以必须要叫 基督的教会 这是一个极大奥秘吗 除非你头脑有病 请低着我们祷告 天空的感谢赵明 终于再一次有机会 把这个教会 名字搞清楚 史罗保罗写了清楚 基督是教会的头 教会的丈夫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基督的妻子 传天下所有女人 结了婚 就有一个丈夫 她就冠上了名字 某人的妻子 离什么人 她就离什么人的妻子 张什么人 她是张什么人的妻子 绝对不可以乱叫的 求天父恩待我们 继续地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 我们再次感谢你 要平安度过这个灾难 求天父在这个离时候 也怜悯 无愧难的人 这些小孩子 这些人非常无辜 但就是他们的政府 要觉得他们提出来 很好的理由 就是要觉得安全感 但是为了安全感 他有朋友要付上这个代价 结果到后来 也不能得到安全感 无论如何 在这个世界上面 除了从上帝来的正义 上帝来的救恩 在传天下 没有人 能够找到安全感 求天父联明我们 在这个地方 我们能够安全的生活 求天父继续保守大力 是个人健康的身体 荣耀的名字 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